这是一封电报 1989年 山西老汉张发荣第一次坐飞机 降落后向儿子报平安 电报一毛四分五一个字 平日里再结一所时 他也非要加上幸福两个字 日行千里的背后 是谁带我们飞上云端 照片中这个阴气勃发的机长 名叫潘国定 他和身后的这架飞机 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传奇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一个多月后 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 从香港一路北上 投奔新中国 历史上将这次行动 称为两航起义 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公号 就是其中一架 他作为机长 开着这架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飞机 拉着两航高管 直奔北京 降落北京后 这架飞机改名为 北京号 这12架飞机 和同时起义的2000多名员工 就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起义点 决定起义时 潘国定与妻子说好 自己先北上 安顿好 再接家人过来 但两人就此失散 再见面 是三十年后 潘国定是中国防美代表团成员 妻子是去迎接的美国华侨 两个老人流着泪 十五分钟里 一句话都没说 这是他们分别后的第一面 也是这辈子的最后一面 忍痛抛弃憋子 是为民族大义 也是为了自己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蓝天梦 潘国定年轻时 曾在美国学习 当他向一个美国人 请教飞行技术时 对方冷笑说 黄州人要能吃这碗饭 那黑鬼也要上天了 这屈辱 潘国定终生难忘 我感受到 他在我面前 永远以为中国人 而自豪 青藏高原 一向被认为是空中进去 上世纪四十年代 西方冒险家 为了寻找进入西藏的空中通道 上百名飞行员 藏神冰封 一九五六年 中国决定释航拉萨 这条路有多难呢 当时世界上最难飞的路线 是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飞行一个半小时 而北京拉萨航线 要在两万英尺以上高空飞行三个小时 出发前 机组全体人员都写好了一书 新华社记者前四节 见证了这次历史性飞行 起初为了安全 部队安排他坐第三架飞机 第二要第三架更保险 我就不干 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坐第一架 前四节打开第三口 把一条腿绑在椅子腿上 又叫一个人压住自己的身体 趴在地板上 拍下这些宝贵的影像 潘国定又参与了这次传奇飞行 这是1950年 潘国定机组的成员合影 其中有两位女性空中乘务员 这在那个时代十分罕见 这群姑娘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姐 一共18个人 国内国籍 民航专机 都是他们飞 从前飞机飞得慢 从北京到上海 要中停两站 飞机餐也没有 乘客中途下飞机 去机场食堂吃饭 今天听来 那样的空中旅行 似乎很遥远 但那不过是几十年前 新中国民航第一飞 是1950年 那时只有两条线路 一条是天津飞往重庆 另一条是天津飞往广州 现在中国的定期航线 有3362条 全年骑落飞机 850多万次 每年有超过4亿人次 在遍布全国的200多个机场 搭乘飞机 飞 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老机长 古西之年 又上拉萨线 他在年轻机长的搀扶下 飞了五分钟 为他这辈子的飞行 画下句号 贪国定 一万三千小时 无事故 从仰望天空 到云端行走 飞得更高 走得更远 一直是中国人 无止尽的追求 这些带我们飞上天的人 蓝天会记住他们的身影 我们也会 请跟我走进中国照片答案馆 继续打开国家相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